亚当在伊甸园的悖逆堕落 是自然哲学的起头 内涵或实质 可以这么理解 自然主义哲学 自然主义的 就是一种试图脱离神的 这种寻求独立的自主的理性 制定规则来判断价值 之前我讲到 我每次谈到伊甸园的时候 我几乎都这么谈 其实堕落的开始 就是那种自主的开始 堕落的结果 不是产生独立的理性 自主的理性 堕落那个起源 就是理性试图 挣脱神的主管 这是在伊甸园里的 所谓的启蒙运动 由亚当发起的 上帝说不可吃 吃的日子病 他说魔鬼虽然给他了建议 这种背离神 在神之外的知识 甚至是与神的启示 真理相悖的知识 亚当是选择了 虽然他是听了魔鬼的建议 但是最终是自己决定的 他自己决定 按照他心里面的判断 不一定死 甚至能够向神等等 他决定背离神的话 这种理性 本来应该尾身给真理 但是他却追随自己的声音 内在的声音 内在的原理 脱离神启示的那种原理 这种自主的理性做出的决定 所发明出来的哲学也好 知识也好 最终导致人与神之间的割裂 虽然人是不可能完全与神隔绝 脱离神 但是在意识当中 抗拒顺从神 逃离神 所以他的实质 本质就是那种独立于神的知性 独立于神的情感 独立于神的幸福 独立于神的价值 整个人生轨迹 独立于神的世界观 这种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 以人为本 以人为出发 去诠释自己 诠释自己所观察的现象 然后去规划自己的道德规范 道德生活 或者是人生方向 那种完全自主的人格 包括里面的知识等等 情感 哲学 思考等等 所以救恩是逆向的 基督来了 光照我们 让我们昏昧的理性得以光照 然后更新我们 吸引我们 使我们重新回转归向上帝 顺从他的真理 明白他的真理 爱他 顺从他 知情意的回归 亚当是脱离 远离神 基督是重新把我们带回到 然后让我们重新回到 这个原初被造使上帝所期待的 我们人类应该有的那种生活 那种被造的目的 当我们的思想 顺从神的思想去思想的时候 按照神的思想去思考的时候 这是一个正常的思想 当我们的情感去爱神所爱恨 神所恨的时候 正常的价值秩序的时候 以神为中心 以神为乐的时候 这个情感 这个幸福感 这个就是正确的情感 当我们的意志顺服真理的时候 不偏心己路的时候 这个意志 这个决定就是正常的 符合神创造时候的 这样的意志 所以整个人格重新回到 这个正常的 以上帝为中心 去思考 去判断 去决定 这样的光景 所以堕落的起始 是悖逆 是反叛 这个悖逆反叛 从知 情 义 每个层面 精神的每个层面 人格的每个层面 都可以做出分析 所以这个就跨越了 我们中国传统观念当中 教会传统观念当中 所谓的罪 就是做了件坏事 抽烟 这种不好的行为 是罪 不错 这个做坏事本身 这个行为是罪 当然 那这个罪定义是什么 离开神的话 违背神的话 神禁止的他做了 神命令的他没做 对不对 亚当神不让他吃 他没吃 对不对 反过来让他吃的生命树 他就没吃 等等 该做的不做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然后这种现象表现出来了 有什么各种恶行 对不对 所以这就超越了 这种表面的定义 更深层的 里面内在的 情感的 思想的这种堕落 远离神 有很多罪都没做出来 看见妇女动一念 贪心 贪婪 是吧 骄傲 自私 可能没有表现出来 但你坐在那就犯罪 当你更深层的了解 亚当的堕落的深层 的性质的话 你就知道 即使坐在那 你里面可能也在背叛 为什么 你的心离开神 你的情感离开神 然后你的思想等等 虽然还没行出来 但你已经定义 要如何如何的时候 那已经犯罪了 虽然社会的法是没有办法定义 但是在上帝圣洁的律法面前 已经犯罪了 所以这样的话 就对罪有更深层的理解 同时呢 对救恩的理解更深层了 不只是赦免我们一些过犯而已 我这个人 我的心思意念情感 本身需要更新 不断地被真理 被神的圣爱所讨厌 更新 使我爱神所爱 恨神所恨 使我顺从神的话 使我有正常的情感 等等 这个全人的救恩 你对救恩的理解 也就不只是什么灵魂上天堂那样 肤浅的理解了 所以很重要 这样的 这个基本上 我们其实已经谈过了 科学本身背后 也有它的这个哲学 堕落的理性的哲学等等 包括它的方法 假设 观察 包括观察到的现象 归类 归类要分析 分析 导出某种结果 所以人的思考 人一思考 其实里面就有罪 所以科学呢 离不开哲学 因为科学 背后人的思想活动 在预设到某种时候 他也思考 涉及到哲学 实际观 价值观 那当他分析 他所观察的现象的时候 这个分析的时候 他就不是那种 绝对中性的 他也有他的预设在里面 按照什么套路 按照什么代模去分析 像经济学 他们读这个本科的 本科还行硕士的 他们在市场调查 一些数据的时候 输入到某个代模里面 去运算 就会导出结果 经济学领域 其他的方面也一样 就是什么社会 调查 所有这种所谓的 这样的 基本上观察 分析的时候 代模都涉及到了 预设的运算模式 输入里面 数据都是得出结果 所以科学也不是 那么绝对的客观和真理 所以就出现了一种科学 反科学的科学 自己主张科学 但是用不科学的方法 最典型的就是进化论 我们坚持按照科学的方法 来反省进化论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办法 证实它是真的 但是进化论的那些 进化论者却相信 我们将来会某个时刻 找到那个中间环节的化石 我们将来会证实 只不过现在证据不够 请问现在没有证据 现在就证明进化论是假的 对不对 指向将来 那已经超越科学的范畴 那就变成信仰的范畴 我相信它是真的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证实 将来一定会有证实 这就信仰了 这不是科学了 所以有很多科学 是反科学的 很多科学是不科学的 所以自己打自己的脸 这种矛盾会出现 OK